欢迎大家来到《港经》系列《罗马书》三章一至二十节 现在先读经文啦 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 国礼有什么益处呢 凡事大有好处 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即便有不信的 这又何妨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 就废掉神的信吗 断乎不能 不如说 神是真实的 人倒是去放的 于经相所记 你责被人的时候显为公义 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省 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 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意来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神降路是他不义吗 断乎不是 若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若神的真实 因我的虚荒 愈化显出他的荣耀 为什么我还受审判 好象罪人呢 为什么不说 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 这事毁谤我们的人 说我们有这话 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给他们强吗 缺不是的 因我们已经证明 犹太人和希腊人 都在罪恶之下 就于经相所记 没有二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到时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恒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 是闯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 弄鬼诈 嘴顺吕 有毁蛇的毒气 满口是咒骂苦毒 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飞跑 所经过的路 变行残害 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 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眼中不怕神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好失着各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恩恒律法 能在神面前清称 因为律法本事叫人知罪 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使律保罗一开始就说到 这样说来 犹太人有什么长处 国礼有什么益处呢 换句话说就是说 如果我们身为犹太人 那么有什么 是值得这么夸耀 在众人面前这么炫耀的呢 如果我们作为犹太人 有了国礼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 有什么好处比别人的呢 保罗为什么反问这些说话 本身的用意何在 原来当我们看回前文的时候 保罗在第二章讲得很清楚 他说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国礼 也不是真国礼 真正的犹太人 真正的国礼 原来是在乎属灵那部分 不是那个礼仪那部分 要作真犹太人 要在里面作 不是在肉身上面 有国礼就代表他 在神眼中就算为是真犹太人 既然如此 当我们根据保罗 这样去论述的时候 身为犹太人的人 就会反问了 既然如此 如果我们肉身上面作为犹太人 并且有国礼作为记号 于所有列国的外邦人而言 我们给他们有什么那么厉害啊 这个问题 其实站在犹太人的角度 保罗帮那些犹太人去问出来的 那就要去解答的了 那犹太人和国礼 本身上有什么好处 比别人的呢 那原来在《生命记》七章六节 这么说 因为你就是指犹太人 以色列人了 归耶和话你神为圣洁的民 耶和话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 描损你 特作自己的子民 其实作为犹太人 是真是很夸耀 是值得去 比别人的感觉 在心中显示出来的 但是这种夸耀 就不是因为他自己夸耀 这种夸耀 不是因为自己夸耀而感到夸耀 是因为明白了圣经之后 我们是神所拣选的 以色列人听到 《摩西律法生命记》里面 这句说话的时候 按正常而言 就为着他们是万民当中 被神拣选的 他们会很感谢神 会感到很荣耀 但是这种荣耀 是带着谦卑的 因为神拣选他们的 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厉害 谁不知 以色列人 犹太人 他们却误解了 他们以为神拣选他们 是因为他们的民族 比别人更厉害 他们看错了 所以他们这种荣耀 是出于他们的自夸 不是出于谦卑 感谢神去拣选他们的 原来我们有时候 比别人厉害 有一种特殊的身份 我们就很开心 觉得自己这种身份 在被别人更好 对自己更有益主 你有没有试过 因为自己的身份 感到很夸耀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回乡下 在印象当中我回到乡下 我阿婆就会带我去到乡下那些街市里面 去买菜 除了买菜之外 他就会一直跟所有店铺 他认识那些的人就去说 这个是我的孙儿 还有这个孙儿是从香港来的 因为当时能够去在香港住 或者移民到去香港是很威衰的事 而且威衰到他觉得很夸耀 可以将这种夸耀在人面前分享 所以犹太人就觉得 既然我以前觉得自己作为犹太人有国礼 是赖过很多爱邦人的 现在保罗说真犹太人真国礼 是在里面做的 如果我外面真是犹太人 那又有什么益处啊 保罗就说 凡事大有益处的 而这个益处是什么 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即是说作为肉身上是犹太人 有没有益处的 有益处 这个益处是什么 你们作为犹太人 就是比别人更得好处的了 这个好处就是 神将他的话语先交托给你们 让你们透过神的话 先去认识神 当然我们都知道神的计划 就是透过以色列人认识神 将他们的神所颁布的说话 去实践出来 将真神在列宝当中 建证出来 所以能够将神的说话 去反复思想 遵行的话 就是大有益处的了 那么就好像在一个毕业典礼上 有人就问了 我们能从这所名校毕业 有什么好处啊 通常可能那些人就说 名校毕业啊 那么就找工容易咯 名校毕业啊 说出来都夸耀一点咯 那么有一个学生就这么回答咯 凡事都有益处 首先的是 最有益处就是我们的校训 学校里面的校训 就将这个学校看为最有价值的 摆了出来 让每一个同学 进到这个学校里面 都要认识这个教训 让他一生记住学校的教训 就带着这个的训斥的说话 这个的价值的观念 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里面 在这个社会当中工作的时候 去发挥出来 去显出你是出于这间名校的咯 正如这些的对答一样了 保罗就告诉我们听 我们出于这位独一的真神 我们是神所拣选的 有什么益处呀 就是神将祂的说话 先交了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之中 遵行祂的话语的时候 显明出 神是可贵的 神的说话 是值得去遵行的 那么这个就是犹太人的益处 保罗就说了 保罗就说了 神信得过以色列文 这样将这些神的说话 最宝贵的圣言交托了给以色列人 保罗就说了 即便有八顺的 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当中 在犹太人当中 虽然接受了神的说话 交托了给他们 但是在历史的见证里面发觉 他们有八顺的 不信神的话 不服神的话的 就正如 在耶利米书34章8到11节 这样记载 当时犹大国最后一个的 皇帝叫做西底加王 他当时与以色列文 耶路撒冷的中文纳约 向他们宣告自由 按照摩西的律法 任凭那些以色列人的劳博 匹女 就是本身他们是以色列人的 卖了身给人做劳博匹女 现在可以自由了 按照摩西律法 释放他们 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 犹大弟兄作劳博 此后有耶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 所有立约的首领和民众 就任他的博人匹女 自由出去 谁也不再叫他们作劳博 大家都信从 将他们释放了 后来就怎样 却又反悔 叫所任去自由的 劳博匹女回来 勉强他们认为劳匹 因为当时的西底加 和所有的领袖 发觉快要忙过了 释放那些劳博匹女 没什么所谓了 免得照顾他们 又要给他们饮食 是吗 但发觉 现在被外邦人攻击的情况 开始有舒缓了 未必会忙过的 那么他们又反悔了 又将那些原本释放的 博人匹女又捉回来 勉强他们继续做劳博匹女 所以 这件事知道了之后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没有听从我 各人向帝卿论写宣告自由 好了 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 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 寄放 瘟疫之下 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 抛来抛去 这是耶和说的 因为当时的希西加王和领袖 原本遵恒神的话 后来又为自己利益 不遵恒神的话 这一个生活的写照 就证明历世历代 众多的以色列人 犹太人 都是失信于神 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 他们失信 保罗就说 虽然他们失信 这又何妨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 就废掉神的信 这个信所指的就是神的信实 以色列人 虽然得蒙神所祝福 有圣言交托给他们 但是他们的生活之中 经常对神的话语失信 闲点 不闲点 甚至 不闲神的话语 不遵行神的道 仿佛废掉了神的说话 那保罗就说了 虽然他们是这样 难道他们的失信 不信 就会将神 是信实的神 这件事情 去废掉 令到人不能够 那么准确认识神吗 不会的 在《创世记》22章 这样记载过 要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 喜誓说 论福我必次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着 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悦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当阿伯拉罕被神试验到 这段经文所论述的事情之后 他没有谓着自己的独生子的缘故 留下不给神 最终神验证出 这个阿伯拉罕 如何单单信靠神 所以神就说 论福要赐大福 论子孙要赐更多的 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万国都因这个的后悦得福 所以神应许了阿伯拉罕的事情 最终都要成就 就正如在新约的加拉太书 保罗讲到这件事成就了 所应许的原是向阿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神并不是说众子孙 指着许多人 乃是说你哪一个子孙 指着一个就是基督 所以在这段经文 我们就明白到 原来当时在创世纪22章所讲的那段经文 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这个后裔所指的是单数的一个子孙 是唯一的一个子孙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神应许了阿伯拉罕的事情 必然成就 虽然中间有以色列人传不信的恶心 就正如在以赛阿书论述到另一个的犹太王 叫做阿哈斯 当时神派以赛阿去劝勉阿哈斯 要专心依靠神 神会帮助他 打倒阿兰国和以色列北国 他们合谋要攻击阿哈斯 但是当时的阿哈斯 怎么回应的呢 圣经这样说 你向耶华你的神求一个笑头 话求显在深处 话求显在高处 阿哈斯说 我不求 我不试探耶和华 这段经文讲到这里的时候 仿佛觉得阿哈斯 是对神很有信心 不会去试探神 不会去质疑神 给他的应许保护 但其实我们有机会再看聂皇纪上下 或者历代至上下的经文 关乎阿哈斯 他是一个行神眼中行为恶事的神 甚至将他的儿子 献祭经火 以到神厌护这个王 所以在这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 这个阿哈斯不是信靠神 而说不想试探耶和华 而是他根本不信 所以以卓亚就这么说 大卫家你们当听 你们使人厌烦 岂算小事 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 他这句说话是表明了 当时的阿哈斯说 我不是探耶和华 其实不是带着信心的 是带着不信的恶心 所以主透过以卓亚 直接宣告一个的应许预言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笑头 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及大喜名叫以马来历 所以尽管阿哈斯不信神 神在永恒救赎的计划之中 应许阿伯拉罕的事情 必然要成就 何时成就呢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到24节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来历 以马来历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在马太福音这段经文 就应验了神应许阿伯拉罕的预言 就是在他的后来当中 生一个儿子 成为万民的祝福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透过圣经里面的说话 我们就晓得 神是真实的 人是不信 虚荒的 因此 在这里第四节 就是这样说 断乎不能 不如说 神是真实的 人都是虚荒的 人的虚荒不能够 废弃了神的信实 所以保罗其实想透过以色列文 领受了神很大的祝福 虽然他们失信 跌倒了 但是神的计划不会改变 神的计划 基督的出现一定会显为真实 因为神是真实的 在圣经里面 《创世记》第八章 二十到二十一节 记载了罗亚出了方舟之后 就向耶华捉了一个祭坛 当这个祭坛献上凡祭之后 圣经特别这样的记载 耶华文雅兴乡之气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作地 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 言下之意 虽然众人都进入方舟 欲身被拯救了 但是这帮从方舟出来的人 本身都是带着堕落了的生命 所以他们生出来的后裔 个个都怀着恶念 而且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 因此真正要拯救的 不是肉身的生命 而是灵魂里头堕落了的生命 因此这个方舟所预表的基督 才是我们真正的拯救 因此我们晓得刚才那段经文 神是信实的 人私自是虚荒的 就正如一道的一个新闻 一个研究 两岁的人就开始懂得说大话 但是他们给了一个很正面的评论 是出人头地的机会 真是很奇怪 这里记载的新闻是明报的专辑 说到一个小孩两岁就懂得说大话 长大后有望出人头地当总裁 固邪问论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但这是加拿大多伦多儿童研究所的研究 研究了1,200名小孩子 由2岁到16岁的小孩进行了说谎研究 在测试当中有小孩敢说 狗儿吃了我的功课 所以就没有功课交了 也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明明被告知 不准转过头来偷看是什么玩具 但他仍然就偷看了 事后还向那些大人这样说 知道这些玩具是什么玩具 为什么 是因为上帝来到他的房间里面 悄悄告诉他 可想言之 这里就犯了十戒了 乱高举耶华的名 即是网清耶华的名 可想言之 原来年纪小小 都懂得用神的名字 去说谎 这里有这样的结论 但研究人员声称 即使孩子年纪一点就说出方话 说这些这么离谱的谎 父母是不需要太担心的 因为幼童学习说谎 实际就反映他的智能发展 真是这样都可以 是一个重要的一步 但我们按圣经而言 我们就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说谎的呢 因为从小怀着恶念 还有呢 记住在约翰福音8章43到44节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无非是因 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的父私欲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人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方是出于自己 人他本来是说方的 也是说方知人的苦 所以人说方更加显明了 说方的人不属于神的 说方的人属于哪个的 是属于魔鬼的 就不是说魔鬼生了他们 是因为说方这件事情 从起初第一个就是魔鬼了 他从心里面拆出不意 就喜欢讲大话 甚至杀人 所以他就迷惑人 让人里面那种败坏的私欲 行恶的私欲 任凭他们 甚至鼓励他们继续说方 就仿佛在他的控制底下 任凭他们说方 他们出于那恶者的迷惑底下 继续不定地说方 如同魔鬼是他们所喜欢的对象 是他们效法的对象 在他信仰的层面上面 仿佛是跟随他 属于他那种意思 但是当我们归从了神 神是信实的 所以神不容许我们说方 神教导我们要诚实 信实 效法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一样 圣经说到 人心比万物都鬼扎 坏到极处 谁能食头呢 所以不是魔鬼逼我们说谎 而是我们本身鬼扎 自己想说谎 就如同昔日魔鬼 他自己说谎 欺控人 激动人的私欲 去杀人 说谎 所以人的心配合了魔鬼的迷惑 就做出种种的恶行 在这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第一个重点 在保罗 想透过这段经文去告诉我们 就是神是信实的 人却是虚方的 那这种虚方的人 面对了神的说话 他们通常因着神的话语 显出他们的虚方 他们就会礼环折弃 免得他们那种虚方的真实的本相 显露出来 所以保罗就说 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 就是说 当我们这帮骄徒传福音的时候 由于真实的话语 真理显出人的虚方 人为了逃避这个事实 就会按他们虚妄的逻辑 说了一些的说话 保罗就说 我就且照着这帮罪人的话 来说一说 他们说了一些这样 不合理的说话 什么不合理的说话呢 他们就说 我们的不易药显出神的意来 就是说 对呀 你们说圣经我们是罪人嘛 没错啊 我们显出很多不易嘛 如果我们不易 显出神的意来 那就是什么事啊 既然我们行了这么多不易 就显出神是意的 那我们就很好咯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那就是说 既然是这样 神应该看为 我们这样帮了他 不应该发怒的咯 神降落是他不易嘛 那神应不应该罚恶人的 要的咯 神罚恶人是他的不易吗 不是的 但他们偏偏就说 既然我们行不易 显出神的意来 那神为何要恢复我们呢 圣经就说 断乎不是 若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你们怎么可以礼还折曲呢 如果你说 你们行不易显出神的意来 那神就不应该罚恶人 那神还怎样能够按照他的公义 审判这个不易的世代呢 第六节 若神的真实 因我们的虚荒 愿发显出他的荣耀 为什么还 我还受审判好象罪人呢 就是这帮的罪人就觉得 既然我们都虚荒 不诚实 不真实 显出他的诚实 信实 他的荣耀来了 那神干什么要审判我们呢 我们是帮着神的嘛 神干什么还当我们是坏人呢 第八节 为什么不说 我们可以作恶以成事呢 既然我们的逻辑是这样 倒不如说 我们做多些的恶事 显出神是荣耀的 是真实的 不就做了好的事呢 那神不应该罚我们的嘛 所以保罗就说 这帮人是这样回应我们基督徒的 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 我们有这话 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什么 基督徒这样说的 基督徒这样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说 他们又拼不到我们了 我们这样说 他们既然拼不到我们 我们可以促成神的尾线 见证神的荣耀 神干什么罚我们呀 原来这些说话都是毁谤 基督徒的 不是真的出于基督徒的口的 是他们胡乱编辑的 所以保罗就说了 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 这帮人 是受神的审判 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行恶 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虚妄的 虚荒的 所以保罗说这些人定罪是应该的 他们只不过在那里毁谤我们 逃避神给他们的审判 正如这里所说 神会审判世界 在罗马书第一章 讲得很清楚 罪人是知道神审判定罪的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 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 而他们不但自己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那为什么他们会知道 自己在神面前有罪 因为罗马书第二章 甚至讲得很清楚 写字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 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所以神原本将律法的功用 刻在每一个人心灵里头 虽然以色列人有 摩西律法 爱邦人母 但是律法的功能在他们里头 他们是知道自己行恶的 但是偏偏要逃避神的审判 就硬要说 诵谤教徒说 我们这样行恶 可以促成神的善的彰显 神不应该罚我们的 因此保罗就说 他们受审判是应该的 因此第九节说 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原来每一个人 无论是犹太人 他们有摩西律法 或者希腊人 是爱邦人的当时的统称 这帮的爱邦人 一个的 称为希腊人的 他们都是在罪恶之下 虽然圣言交托了给犹太人 更加证明了一件事 他们不能够遵行神的话语 人都是虚荒的 人都是失信的 人都是不宜的 无论有摩西律法的犹太人好 或者没有摩西律法的外邦人 希腊人也好 都在罪恶的权势底下的 正如经上所记 没有二人 连一个也没有 所以当保罗写到第九节的时候 就要有一个这样的结论 而这个结论就刚刚好 用了诗篇的经文第十四篇 去论述上 没有二人 连一个也没有 这里所说的没有二人 不是单单只是针对犹太人 而是针对这个世界上 每一种民族的人 如经上所记 没有二人 连一个也没有 这里所说的没有二人 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说没有尋求神的 没有一个人会主动尋求神的 就正如以察书44章9到11节 那里这么说 人就雕刻偶像 尽到是去空的 他们所喜悦的都是无益的 他们所见证 无所抗见 无所知晓 他们变国收睽 谁制造神像 制造这些无益的偶像呢 他们的同伴都必收睽 公帐也不过是人 任凭他们聚会 任他们站立 都必惧怕一同收睽 他们用很多的工具 制造这些偶像出来 甚至说 当他们找一些木料的时候 就说了 这数人可以用来烧火 他自己取舍木料 就烤火 又取舍木料去烤饼 但同时同一个科书 取舍木料就制造偶像 雕刻他 赋予他为神 并且扣拜他 圣经就说到 这帮愚昧人是怎么说的呢 自己烤火树 阿哈 我暖和了 我见火了 同时 拿静下的木头 做了神像之后呢 就扣拜他 就祷告说 求你 请救我 同一个木 就将他烧了 同一个木 就制造偶像 而这个木 背后的神可以拯救他 实在感到相当的矛盾 历世历代 不同的国家 都有不同的偶像 有埃及的神 有加南地的偶像的神 还有其他民族的神 还有其他国籍 人民敬拜的偶像 也都有现代 我们见到 不同国家拜的偶像 还有很多很多的偶像 列国的人直到现在 都被偶像所迷惑 圣经说 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 因为耶华闭住他们的眼 不能看见 失住他们的心 不能明白 谁心里也不醒悟 也没有知识 没有聪明能说 我曾拿一份在火中消料 在炭火上敲过饼 我也敲过肉吃 这剩下的 我岂可做可争的物吗 我岂可向木等子叩拜呢 即是说 当一个人未蒙神光照的时候 他们天然敬拜 他们手所做的偶像 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那你可能会觉得 神不让他们看 神真的不好了 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 在罗马书第一章说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如絕 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非禽走受昆虫的样式 所以当他在神的容许和原先给他的知识下 他们都不将荣耀归给神 那神就怎么样 就任凭人的败坏 作出种种虚妄的事 敬拜偶像 将真实的神变为虚方 去让他们敬拜虚妄的神 因此我们知道 人是不会主动寻求真神的 神就任凭人去主动按他们的情欲 寻求假神 难道世上真的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罪人 是会主动寻求真神的? 在《马赫福音》10章21到22节 这么说 有一个少年人主动来寻求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想得着永生 但当主跟他说 既然你信我能够将永生赐给你 那你同时都要信我说以下的说话 将你阻碍了你得永生的财宝分给穷人 你就要信我会将天上的财宝赐给你 你这样跟从我就会得着你所期望的永生的了 这个人因为地上的财产很多 他不信得过天上的财宝比现在眼前他拥有的财宝更有益处 所以他权衡了之后就悠悠仇仇走了 因为地上的财宝更加的真实 可想言之 圣经就告诉我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如果我们要侍奉独一的真神得着永生 我们就要放弃另一个主 就是这里所说的马门金钱 所以这个少年人心灵里面有另一位神 就叫做金钱马门的神 他弃绝了以色列人独一的真神 并在圣经里面所说给众人的永生 这个就是人本来的真神 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去尋找真神 得着神所应许他的 虽然这个的角色少年人找对了对象 但他败坏的生命和虚妄的本质 最终是不会得着神所赐的永生的 因此这个例子就见证出 罪人是不会寻求到真神 并且得着神要赐予的永恒之物 世上真的没有一个罪人会主动寻求真神 只有真神主动寻找罪人 就正如这段经文讲到有一个人 他叫做撒该 另外他想尋找耶稣基督 看一看耶稣基督在百姓当中的论述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真的要亲眼看一看 所以因为他个子看小 他爬上树就要看耶稣 他这种主动让他见到耶稣 但是当这位主耶稣经过这棵树 突然向上抬头一看 就跟撒该这么说 快乐你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撒该不认识耶稣基督 但耶稣基督很认识撒该 并且经过这棵树的时候 突然向上抬头一看 主动要求去撒该的家 也都代表当时要进入这个 在众人眼中 行为一个罪人的撒该的家里 这样就代表 这位众人都敬佩的夫子耶稣基督 竟然接待了一个大罪人 所以撒该后门认识到 这位神所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 竟然接待他这个罪人 他就欢喜快乐 并且遵行神的话语 圣经记载这个撒该 因着信遵行神的话 就成为真实的阿伯拉罕的子孙了 因此 没有一个罪人能够凭着自己主动寻求 并且认识真神 但是真神主动来寻求罪人 让他们得着拯救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影音 是《恩雨之声》的题目 就叫做不太迟 就说到一位退休人士叫做杜梁劍 他在美国一间科技公司做总裁 在他生活当中人生的目标就是赚钱 就好像一个少年人 也好像杀该起初赚取很多金钱 去到他退休的时候 有机会接受到耶稣基督的信仰 恩信有了丰盛的生命 他的太太是先信主的 鼓励他的丈夫 道梁劍弟兄 起初去回教会 但他是没有什么心想回 和认识神的 最多就车他的太太回教会 最后在教会里面认识另一位的弟兄 鼓励他 勸勉他 在分享过程里面 就介绍了他一本书 英文版本是这样的 中文版本就是这一本 叫做《铁证代判》 是有一个本身叫做密度违的弟兄 他起初不信神 就想着透过仔细研读圣经 找出他的错处 以到能够去说服人不要信神 谁不知他越找越多的证据 所以就叫他更加坚定不移地 《铁证经》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 真是神来的 真是那位救主 而且他都需要 所以《铁证代判》这本书 有很多的资料 很有理性地去分析这个信仰的可信道 这个弟兄 道梁劍 在他工作的时候 终于打开了这本书 起初他都没有打开的 到他后来 一路一路去看这些书的时候 里面的内容说服到他 跟着他就开始读神的说话 最后他都信了主了 并将在教会里面 能够在神的恩典和引导底下 去侍奉神 在不同的地方去见证神 如何改变了他的生命 康复在基督的面前 所以今天讲述这段经文的主题是 灾神面前一个二人都没有 神是信实的 人都是虚方的 虚方的人会不会主动寻求神的呢? 经文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人主动寻求真神的呢? 就正如保罗继续论述 他们的喉咙是闯在一个坟墓 涉体诡诈 嘴唇里面有毁蛇的毒气 门口是咒骂苦毒 每一个人里面都是败坏的 喉咙所出的话语都带着不易的 就正如马太夫音15章所说 他说人的骚髒 如果肚子里面有疼痛 去茅廁将这些骚髒的东西 拔出来就没问题了 所以生活上 食物上的不结 不是神所重视的 这不过都是身体的事情 不是人生命本质的事情 但人生命本质的事情是什么呢? 人生命里头污秽又是什么呢? 就说到出口的 是从心里发出的 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凶杀、奸淫、狗合、偷盗、妄证和磅毒 这都是污秽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 那却不污秽人 原来人里头充满坏的事情 在两篇报道里面这样说 网上欺凌在英国名校当中流行 里面的毁谤的词汇 充满了人为的事情 这里就说到 英国校园近日掀起了唱衰同学的议潮 在网站里面匿名去留言 就说到一些同学的是非 甚至这些内容充满了淫慰 带着威胁 造成了网上欺凌的工具 这些事情也都见证出 人里头本身充满了邪恶 言语充满了败坏 圣经继续讲 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飞跑 他们眼中不怕神 在另一辑的新闻就记载 在中国湖南一个地方 一个镇里面的乡村 16岁的中学生 惨被同学杀害 为什么呢 因为被杀害这个同学就说大话 就告诉同学他中了掌 中了12万 这个是一个诈骗的短信 他开玩笑 就向朋友告诉他 哎呀我就中了12万 谁不知这个同学就信以为真 这12万 就把这个同学去杀死了 可想言之 讲大话 欺哄人 谁不知 人就信以为真 将他杀害 人里面充满了鬼责 充满了 仇杀 在韩国一个军事的哨站 扬成了一个惨案 就是五死九伤的事情 因为杀害别人的一位士兵 他就有一些身体上的缺陷 他的头上有些 离头 人又很瘦 又有口吃 就被那些同行的那些军人取笑 去到某一个极限的时候 最终这个士兵就按内不住忍受不到 就拿起枪来将他们掃射 那这个人呢 因为在军中受到很无理的攻击 和威吓 受了羞辱 所以他内心充满了憤恨 就将那些欺负他的 看不起他的 统统枪杀了 所以这些的新闻就见证出 当人去到某些事情的时候 显出人是败坏的 口里说慌的 快跑去行恶的 因此我们晓得 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说的 塞住各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都晓得 神审判之下 无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 圣经就说了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 能够在神面前称义 个个都犯过 圣经里面律法的功用 显出来不易的事情 所以律法本身是叫人知罪 而不能够拯救人的 有一次当耶稣基督 在圣殿里面教训刑的时候 有一批人就将一个 行淫事被捉拿的淫妇 达在当中 就问耶稣基督 我摩西律法 我们应该用石头打死他 你说了 我们应该怎样做好呢 当他们这样说话的时候 主耶稣就主动蹲下 在地上写字 写完字 这样一刻的时候 就直起腰来 跟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圣经说 如果用石头杀害 打那些违背摩西律法的人 其中一个的 律法里面可以执行的就是 那些女子行淫 如果有淫乱的事情 他们的父家可以用石头去打死他 并且将这个的奸夫淫妇一同致死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 原来在圣经里面说 如果儿子还剥疫 不听从父母的话 不听从长老的话 还是贪食好酒的话 就可以同样用石头打死他们 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 当照耶稣说 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在耶稣 你神面前得以长久 并且说了很多的规条 在律法里面记得很清楚 我深相信 当时主耶稣在地上写的 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律法 并且极有可能是针对用石头 可以行刑的律法 当这个法一一显露出来的时候 他就继续去写 他们听见者说 就从老到笑一个一个出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觉自己都行过神眼中 看为恶的事 他们都要受刑罚 用石刑去罚自己 他们终于发觉 当他们对照神的话语 不敢自称为义 去执行摩西的律法 因为他们同样 都要受摩西的律法 执行死刑 所以当主耶稣这样回应的时候 只剩下耶稣一个 和那个妇人在这里 众人都不再敢在神面前夸耀自己 就讲这个妇人有罪 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 同样有罪面对神死刑审判的罪人 讲这段经文的目的就是 二十节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 在神面前称言 因此每一个人 如果用心去读神的说话 必然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罪 就正如今天这段经文的总结 在神面前一个以人都没人 神是信实 人是虚方的 没有一个虚方的罪人 会主动寻求真神 同时 没有一个人 能够因着他的虚方 尽量行律法 以到他能够行尽一切的律法 在神面前称言 这种人一个都没有 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 就是要强调 人是虚方 人的本质在神面前是虚妄的 在神面前是不宜的 一个以人都没有 感谢神 正因为在这种的见证与论述底下 每一个罪人都应当去尋求真神 得蒙赦面 我们会主动寻求真神 是因为神先主动寻求我们 让基督的福音 好信息光照我们 所以我们会按着神的话语 去动用我们所认识神而来的信心 向神祷告祈求 蒙祂的赦面 正如加拿大书一章四节说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写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所以我们每一个真诚来到神的面前 听福音的人 就是知道自己有罪 逃脱不了神永恒愤怒的审判 所以认识基督 照着父神的旨意 要救我脱离罪的时候 我们就按着神给我们的信息 向神祈祷 愿神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得着神给我们这个清义的身份 我们今天的信息 听到这里了 我们一同有个讨告去回应 参加天父感谢你 愿你照着你的话语继续在历世历代当中 按照你的真实 按照你的应许 让耶稣基督的福音 进到更多人的生命之中 光照人 让每一个原本不懂得主动尋求神的人 都透过你自己主动的尋找 借着基督徒宣告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 将更多人在耶稣基督的真理光照下 恩信 恩信 悔改 信从神 成为一个在神面前蒙祝福 清义的人 感谢天父你的怜悯 感谢主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的拯救 愿荣耀归给我在天上的父神 愿你的恩典多而又多 临到众星徒 叫我们大发热心 传让耶稣基督的福音 愿神得着当得的荣耀 阿们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 广传当日 二十六分钟 他找到一支 他请了 二十五分钟 专门 四分钟 一百分钟